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动绿色发展 让生态强省建设成色更足 成效更突出 底蕴更深厚 吉林省创新服务方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新春走基层专栏 走进白城市桃北区平台镇红塔村 感受蔬菜大棚里的春意盎然 春节假期接近尾声 各地冰雪油热度不减 28号 吉林省部分地方有小雪提醒返程途中 注意安全 一下来看详细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今年的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23年 吉林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 加快建设美丽吉林和生态强省 守好绿水青山黑土地 护好蓝天白云好空气 让生态强省建设成色更足 成效更突出 底蕴更深厚 2022年 吉林全面推进生态强省建设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数据以来最好水平 全省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 地级以上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93.4% 居全国第九位 水环境质量大幅改善 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81.8% 同比上升4.3个百分点 西部合乎联通主体工程全面完成 林草石生态联通工程扎实推进 新建其改善提升绿水长廊 1177.8公里 造林绿化221.4万亩 国家级园林城市达到15个 建设百姓身边口袋公园 小微绿地379处 2023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吉林有了更加清晰的发展路径 2023年 吉林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持续打好蓝天 碧水 青山 黑土地 草原湿地 五大保卫战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力争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保持在94%左右 推动两河一湖等重点流域污染治理 持续开展县级城市县城区黑臭水体治理 努力提升优良水体比例 力争全面消除猎物类水体 2023年 吉林深入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持续开展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提效 有序推动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清洁取暖试点城市 大型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这一年会越来越多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 坚持系统观念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构建两瓶两廊生态安全格局 加快万里绿水长廊 林草湿生态联通 茶干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试点等项目建设 完成林草生态修复200万亩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实施长白山森林生态保育工程 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纳入民生优先领域 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加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年底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加强促秦分屋收处运体系建设和资源化利用 持续开展村头路边随意堆放促秦分屋问题整治 全域推进无费城市建设 2023年 吉林要像保护眼镜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 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 吉林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切实把服务市场主体工作摆上突出位置 创新服务方式 持续优化营生环境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激发市场活力 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作为奥迪在华首个纯电动车型生产基地 奥迪一气新能源工厂 自2022年6月28号奠基以来 建设进展一直备受关注 通过项目建设者的辛勤努力 和各级政府专班的全力推进 历时五个半月就提前完成了厂房暖封闭 暖封闭建设的提前完成 标志的项目将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奥迪一气新能源生产基地 向最终投产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是中国速度与德国品质的完美体现 奥迪一气新能源汽车项目规划落位以来 麒麟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 项目所在的长春气开区组建专班 创新服务工作模式 全程服务解决了水电气热物流等一大批 制约项目建设的难题 去年末国家工信部公示了第三轮先进制造业集群 决赛优胜者名单 全国共20个集群上榜 其中长春市汽车集群首次入选 东北地区迎来零的突破 五年来气开区致力于不断优化审批流程 压缩审批实现 共精简审批事项40余项 精简比例达33.1% 大幅减少了项目开工前 手续办理所需的等待时间 为加快吉林省汽车产业发展 优化长春国际汽车城营商环境提供了服务保障 近年来吉林省深入实施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打出服务企业大调研 实施为企业办实事清单 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踏查服务活动等一套组合权 同时实施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三年行动 促进企业多生成 快成长 早做强 眼下位于长春新区的 长春节翼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捷径化车间里 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 正在为全球数十家 新能源汽车品牌 生产充电枪产品 由于采用了自主研发的 一体住宿技术 解决了以往同类产品使用寿命短重量大的难题 目前年产量已达65万套 去年末成功跻身创投名堂成长独角兽榜单第59位 我们深刻地感到吉林省的这个政策 对于整个产业上企业的支持 我们希望在2025年能够达到百亿的规模 如今长春新区创新活力不断跃升 高新技术企业就超过了740家 占全省总量的25%左右 围绕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 航天信息 先进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业 每年新引进产业项目100个以上 并配套制定的涉及产业 科技 金融 人才的政策体系 创新推出汇起政策 免身吉祥 为企业发展 打造政策挖地 投资福地 118个助企队包保了1000户企业 定期为企业送政策 社会投资低风险工业项目 全流程办理时间压缩至13个工作日 企业工商登记 税务登记 社保办理压缩至一个工作日 数据显示 2022年吉林权利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金额是上年的近5倍 市场主体企业户数增长15.5% 增速居全国第六位 这一年 吉林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标稳步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政务服务事项规范化 标准化指标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2023年 吉林将继续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 由优化营商环境破局 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 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 商缘相通 2022年长春市在吉林振兴发展中挑大梁单重任 进一步突出省委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引领作用 突出重大项目的带动作用 突出市场和企业的主体作用 把与各市州的合作对接作为一把手工程 精准高效 全方位向纵身推进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2022年 长春市突出企业主导作用 深化产业合作 按下对接合作快进键 2022年8月 长春考察团到松远进行项目考察对接 如今作为对接合作成果 华裔新盟机器人智能装备研发制造生产项目进展顺利 经实地查看 考察团与松远达成一致共识 长春要深化与兄弟城市产业协同 促进上下游企业延伸布局 长春市与各市州对接合作 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一项重要的决策部署 对于这个推动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加快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实现吉林省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长春市突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思路 全方位推动与资源互补性强 产业协同度高的城市进行对接 先后围绕汽车及零部件 农产品及深加工 医药健康 文化旅游 科技研发等五个领域 组织一气集团 亚太医药 续元工业等 共八十余家企业参加对接活动 做大优势 做强长板 长春市突出一气龙头作用 扩大对接合作 2022年长春与吉林 四平 辽园 松园 白城等城市联手 加快建设百公里汽车配套圈 梅河口汽车产业园 通话阿尔凯斯特汽车零部件等46个项目 纷纷落地 估出一气的龙头作用 延伸汽车产业链 特别是我们把一气集团的战略发展部 采购部 研发总院 出行公司 这些一气的部门带到各市州 与他们共同洽谈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合作 进一步优化了全省的汽车零部件产品布局 加大了对市州的汽车零部件的采购份额 急剧力量强化攻关 长春市还重点突出科技引领作用促进成果转化 我们特别注重中科院 长春分院 以及硬化所 地理所 光机所 以及长春市各个高校的科研力量 充分发挥长春市作为区域性创新中心 和科技创新城的科技资源优势 引导科技成果向市州转移转化 形成一批在市州转化落地的科研成果项目 2022年全年 长春市新增谋划合作项目105个 共同谋划的合作项目274个 总投资3633亿元 其中已取得实质性进展149个 完成投资290亿元 近年来 白城市桃北区平台镇 红塔村的棚模发展形势喜人 全村百姓通过种植韭菜实现了富裕 眼下正是红塔村寒地韭菜的上市季节 今天的新春走机层 让我们一同走进酒夜飘香的红塔村 一大早 红塔村的韭菜经纪人隋桂燕 就骑上电动车 开始往返于今天村里要出菜的大棚 春节这几天 韭菜的市场行情一直不错 为了帮着村里的农户 把一年的辛苦付出变成真金白银 隋桂燕这几天格外忙 我刚才看你在这里面 看得特别仔细 对 看韭菜的颜色 直立性 就没有毛病 知道它能分几类货 隋桂燕说 想让这翠绿的韭菜一直卖得好 那口碑是关键 而把劳质量是第一关 太高的不能要 太矮的也不能割 负责割韭菜的这些人 被隋桂燕称为刀工 他们当中有本村的 也有趁着东闲来赚钱的 这家这工厅得闲修吗 没有 这活反正一天就有点 隔门就宽敦点 能对付多少 一月咋一勾三十千块钱 叮嘱完刀工 嘱咐完农户尽快装箱 隋桂燕爬出大棚 这冬天的大棚怎么不留个门啊 一旦留门的话 包晚出去就不好 封离以后都拉的时候不进 隋桂燕告诉我们 头些年 大家没少吃不懂技术的亏 了解到村里的情况 县里 镇里 每年都会派专业农技人员来指导 这冬季大棚不留门 算得上是乡亲们的活学活用 换来的是每年文产高产的韭菜 他昨天还拉走两百多件 明天的货应该是今天晚上定 这是头一天定出来的 隋桂燕说 2004年 他和爱人返乡创业 做起大棚种植韭菜的生意 开始几年 确实赚了点钱 可随着村里大棚数量的增加 当地的市场销纳又有限 看着一棚棚韭菜 两口子犯了难 好在是经过十多年的沉淀 村里又有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韭菜经理人的行列 如今 红塔村的雪寒韭菜 不仅走出了白城 甚至走出了吉林省 红塔村的大棚规模 也从之前的一百多栋 增加到了现在的上千栋 村里每户人家 至少都有两栋以上的大棚 年春收入 四万元大地 正说着 一通电话打断了我们的采访 原来 村里新建的37栋暖棚要验收 作为这个区块的经纪人 隋桂燕得到场 您好我们这也是听说有这个新建大棚过来看一样 公建所的 刚帮我们研究研究研究 县怎么怎么走 那今天来到这来是主要是 主要是帮他们看看下边接地安保安全 作为村里的当家人 丁盛告诉记者 完成了电力保障这最后一道环节 今年开春 这37栋大棚就能够投入使用了 每季韭菜的产量能增加20万斤 而这还不是今年红塔村规模扩大的全部 今年一共增长的是84个暖棚 14个冷棚 大家这个干劲都很足啊 对 因为老百姓真真切切得到实惠了 受益了 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干劲十足了 在红塔村那一个个忙碌的身影 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让我们感受到了红摩经济给大家带来的变化 生活富足充满干劲 而在白城市像红塔村这样 依托棚摸经济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 阔步前行的村屯不在少数 高智高效的农业 宜居宜乡的村业 富裕富足的农民 入演的都是一派 春意昂然 滑雪闹新春 冰雪过大年 俨然已经成为当下新时尚 尽管春节假期接近尾声 但在我省各地 冰雪旅游景区景点 冰雪热度依旧不减 在白山市四季冰雪旅游乐园 人们尽享冰雪运动的欢笑声 呐喊声延续了整个春节假期 我是从今天早上 差不多九点半的时候来的 一直玩到现在 觉得挺好玩的 特别喜欢滑雪 每天有专门的教练员和安全员 来确保雪道的安全 让大家玩得开心 同时也玩得放心 在长白山国际度假区 三十余条总长度达33公里的多遍雪道 让来自全国各地的雪友 尽情享受到冰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在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区 巨型米奇雪雕 精致的梦幻城堡 一个个可爱的卡通形象 为游客打造了一个冰雪童话世界 无雪千枝碧玉 飞春两岸繁花 这几天吉林市贫县勿松美景 松花将两岸玉树穷花 晶莹剔透 将城市装点一新 雪景如画 游人如知 在吉林市各大滑雪场里 也是张灯结彩 尽显年的喜庆 欢乐家庭秀 祝福宋不停 今天我们走进 辽园通话 长岭和松园的四组家庭 聆听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祝福 过年了 我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祝大家新年快乐 梅花抱春尽 瑞雪赵风年 前途送祝福 宗华日月期 九州万里村 祝北大祖国 繁荣昌盛 祝福大家 祝福年大吉 万事如意 祝福大乡 在新的一年里 大大恐怖 苦人大吉 大红灯灯高高挂 让大家都喜庆 东海峡湖红 西藏高原红 红山红河 红土地 都是中国河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你花财 恭喜你云彩 祝大家新春快乐 祝大家新春快乐 祝大家 云彩 大吉 碎碎 平安 百事是新 万事如意 幸福美满 得着和乐 新年快乐 继继续来看新闻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 央媒看吉林 1月26号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 春节海彩 新春新院 让生活红红的甜甜的 采访了吉林省大安市 泰山镇越近村村民的 新春新院 2022年喜货丰收 2023年信心满满 再出发 1月26号 央视新闻客户端 在《向春而行》专栏中 播出了新闻 吉林四平 农民画里年味族 传承飞夷过大年 将四平市 梨树辽和农民画艺术 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出来 传承飞夷过大年的 农厚氛围 韵节其中 今天出版的 《人民日报》 在头版 新春走基层 乡村振兴 一线建文专栏刊发新闻 吉林长春市 冰雪天地年味农 对长春市 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 春节期间的冰雪旅游 进行了报道 1月26号 新华社客户端 当乡村谱写新故事为题 报道了 吉林市永吉县 北大湖镇南沟村 依托冰雪旅游 开办民宿 在冰雪经济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村民 找到了致富路 当天新华社客户端 刊发新闻 吉林老工业基地 迸发新活力 报道说 老工业基地 吉林省年味农 人气旺 商务部门多挫并取 保供应促销费 蔬果种类版多 商品琳琅满目 商贸促销 精彩奔城 1月26号 新华社海外版 报道了 长春兴隆铁路口岸 在春节期间 通过中欧班列 将集装箱的物品 发往欧洲的新闻 今天出版的 经济日报刊发图片新闻 冰雪闹新春 其中关注了 1月26号 吉林市松花江 判冰雪场上 小朋友在划冰的情形 科学防控从我做起 今天是正月初六 很多人踏上返城路 提醒您 归途中 别忘做好防护 出行前 一定要科学规划 提前做好攻略 尽量错峰出行 备好口罩 手销 以及消毒纸巾等防护用品 在返城途中 要做好自我防护 处于环境密闭 人员密集的场所时 比如后机 后车时 乘坐飞机 火车 以及地铁 公交等 公共交通工具时 要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做好个人卫生 尤其是随时关注手卫生 尽量避免直接接触 公共物品 返城后 要密切关注 自身及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如果出现发热 干咳 乏力 咽痛等症状 要及时进行抗原检测 或是情况就医 返家初期 做好症状监测的同时 尽量减少与家里老年人 合并严重基础性疾病的家人接触 接下来关注一组联播快讯 2022年 吉林化纤 碳纤维 人造丝 精仑纤维 竹纤维 中医药五大板块 齐头并进 实现工业总产值164.9亿元 销售收入210.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5%和31% 2022年 在碳纤维项目中 6条原丝线 7条碳化线 47条垃圾线 在一年时间建成投产 同时 吉林化纤其他板块 持续优化升级 人造丝四化升级 使下游制造效率提高25% 精仑纤维坚持规模化 差别化调整 户外扛起球纤维 成功替代进口 产品差别化率达35% 来自吉林省高速公路 管理部门的数据统计 1月21号临时 至1月26号24时 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 达441万辆 其中全省高速公路入出口货车12万辆 客车429万辆 出口小型客车免费车流量 合计204万辆 随着春节假期接近尾声 返程车辆明显增加 交通部门提醒广大车辆驾驶员 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 集中精力 切勿疲劳驾驶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 28号全省情有时多云 白天最高气温 零下10到零下14摄氏度 夜间最低气温 零下18到零下25摄氏度 预计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 白城北部 松原北部 长春北部 吉林通化北部 白山沿边 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雪 提醒各地加强交通安全管理 及时清扫道路积雪 保障春节返程安全 节日期间 我省隔离的滑雪场 冰雪景区格外热闹 雾松美景 东北民俗 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 引来八方客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淘楸天 khác 预复 城坡离X 津宣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